正當食水安全問題成為全城焦點 這間小茶寮就堅持每日以清澈的山水沖茶 40多年來為遠山人士免費提供山水茶 這間有人情味的茶寮叫神樂亭 位於柴灣布甸澤山山腰 連時有人稱阿蔡的蔡先生擔任義工經營 遠山人士老過都會在門前的茶煲自己斟茶 一切到獻得井然有罪 以前那些女人家在煲茶 自己走上山見到相識 然後那些女人家年紀大 逐步逐步退下去 我們就上來幫忙 阿蔡一幫就幫了15年 除了打風下雨的日子 阿蔡每日清晨都會來到茶料 每日煲大約10轉水沖茶 有空就會跟途人打下牙膠 大家多買宵夜上來吃 大家開開心心 即是現在變成聚腳點 是呀是呀是呀 即是我們好像習慣了 好像不想而不太安樂 雖然阿蔡已經年隔72歲 但他看起來還好健壯和精神 他就說因為山水夠靚 人家說我可以煲茶就好一點 好味一點 煲湯就好甜一點 種花就好美一點 互相扶持和不計較付出的精神 阿蔡同臣樂廷用行動提升香港人 施比秀更為有福 O&TV東網 電視新聞台 輩到